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基督徒的屬靈生活不等於其他宗教的理想法, 像佛陀的宗教或其他宗教, 不等於其他宗教。 例如,中國人有道教,佛教,其他宗教, 不等於其他宗教,不等於其他宗教。 我們不會說他是一個不屬靈的人, 但是這種屬靈跟我們對基督宗教的認同是不一樣的。 那我再等另外兩個人進來。 好,OK。 因為我們聽到一句靈性的說法, 那些人是靈性的,可能是閉上眼睛。 其實我做了這個。 你知不知道嗎? 為什麼呢? 一般人覺得屬靈的人跟別人不一樣, 他可能也常常閉起來在祈禱或是在靈修的感覺。 但基督宗教的靈修生活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看到今天, 如果你去任何書籍, 你會看到《New Age》。 《New Age》, 那是靈性的說法, 關閉你的眼睛, 放在靈性的音樂。 或是靈性的物體。 但這不是我們所認知的基督宗教的靈修。 事實上,靈修是從基督宗教來的這個神學的詞, 但是別的地方都使用這個詞, 但是用在不同的意義上。 所以, 那這個靈修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 如果你的靈修生活沒有耶穌基督的話, 就沒有靈修生活。 我們必須理解釋, 因為人們今天說, 噢,你做些靈修, 你閉著你的眼睛, 然後你會看到燈光。 我當時在Yokatari, 我會有這些東西。 但這不是靈修的靈修。 那有些人會教你這個靈修, 例如說你眼睛先要閉起來, 你要怎樣的呼吸法, 然後你要放空, 然後在腦海裡要看到, 想到什麼, 然後見到光。 那事實上這根本稱不上這個靈修生活。 因為這很重要。 我再次強調, 所有的都是講到的。 所有的講到都是講這個靈修的靈修。 你知不知道, 誰呢? 所以這就是為了, 在這張照片上, 他在想, 但這裡是耶穌變相的靈修。 所以看到這個圖旁邊, 有一個耶穌變相的靈修。 所以我要說, 這一個圖是放在這一個人的心中。 這一個圖是放在這一個人的心中。 那這個是我自己用Photoshop製作的。 所以就像使徒保羅所講的, 我活著不再是我,而是基督。 這一個圖對 corruption、 他說我用了它的保罗。 multip ポn 愛愛住 provide theDS records. 因為ensi de Sive rose, 所以條件中在你ети會長得好一點 Khaliqiuiber. textbooks to enter your هby realize, 那些保羅對樹劇講説, 這些孩子們可以告訴 Repet please, 但是不是那麼重要是內地的討論。 他說, 我為你受生產之苦. 知道耶穌在你們裏面成形。 如果我在這裏,我不可能獨自地到基督那裏。 如果我在這裏,我不可能獨自地到基督那裏。 是聖靈領我們到,也是基督,但是聖靈,沒辦法把祂畫出來。 所以,聖靈的中心是基督。 我會寫這個詞。 就是我們的生命中心,就是耶穌基督。 但不是只有基督。 因為你不可能到耶穌那裏,卻沒有與聖靈連結。 第二,你不可能沒有聖靈,就讓你來了解基督。 沒有聖靈的起敵,你也不可能來了解聖經。 這是希臘文,就是這個核心。 但這不是只有基督。 因為有聖靈的基督,只有聖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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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靈,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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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 聖靈是神聖靈的聖靈,但是聖靈,有聖靈。 聖靈是聖靈,不可能有聖靈。 所以,我們知道今天基督是一個受到的歷史, 或是在寧恩派, 或是在寧恩派, 或是寧恩派, 寧恩派是甚麼呢? 那有的只有在乎,就是唯有聖靈, 那有的是唯有基督, 只有基督,或是只有聖靈。 那寧恩派他只在乎聖靈, 那他不在乎基督。 那寧恩派他只在乎聖靈, 那他不在乎基督。 那這也是不正確的, 那我所說的, 我們把耶穌基督跟聖靈分開了。 所以,我們不可以做這些事, 這些事是錯的。 你不可以只選聖靈, 或只選這個基督。 那你不能說, 我只在乎耶穌基督, 那我不在乎這個父神。 所以我們知道, 整個聖靈是與神來連結的, 不是只有某部分。 就如同使徒保羅所講的, 基督是在乎耶穌基督。 在乎耶穌基督。 在乎耶穌基督是在乎耶穌基督。 好,我必須快點。 一 MINUTE 一個便用 discovery intervene�네。 一 views。 所以我们看到这最后两者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所以我们希望基督是在一切之中, 但这不能够起来。 父亲就决定了, 父亲就变成人。 所以基督是在一切之中, 那我们不能把他分离, 然后又完全把他融入在这里面, 不可能了。 父神决定这圣子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知道门徒怎么讲, 因为圣子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看见他,我们听见他, 我们摸到他,我们也领受他。 那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 圣子道成肉身, 那圣灵不需要再道成肉身。 但他也在教会中, 那在教会所有的圣事, 他也领在。 那他呼召我们, 他借我们来透过, 这个圣上所有的塑造物。 那过去的人不了解, 让他成为这个异端, 那他成为这个异端。 有一个人出版的书, 他非常有名, 如果您了解神学, 您应该知道他的名字。 您应该知道他名字。 他是一位修道士,他寫了關於靈修生活。 在他的書中,他說你的腦子必須要潔淨,必須要專心。 他寫了很多樣的事情,但是在書中沒有提及到耶穌基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這本書就算是佛教徒,他也可以來應用。 因為他把這個神學,把它應用在這個哲學中。 就好像你去買一些靈修的二書。 他就說眼睛閉起來,把這個燈光調暗,呼吸要調節順暢。 如果你專注在這樣的事情,把基督分離出去的話,那你就成為基督徒官。 那這位作者,他去世的方式是自殺,他把自己上吊死了。 那因為你讀神學,你必須要知道,不管你喜不喜好。 因為他寫了很多影響,很多人關於靈修生活。 所以,在亞歷三大學院的學院, 這不是這樣的學院。 學院也有很多學者,也有很多學者。 在亞歷三大學院的教學院, 我有很多學院。 而是歷三大學院的教學, 那個學院也有很多學院。 他不是所有學院, 有很多學院, 比如歷三大學院, 有很多學院。 他真的是很聰明的人, 有很多學院。 但他做了很多錯誤。 為什麽這樣說? 為什麽這樣說? 我們看看他是真的屬靈的人, 我們看福音屬靈。 對,我會,我會, 我會, 但你會看到, 我會放在這裡。 OK, 好,稍後我會示範給你這裡 到這次出現 出現了 好,現在出現了 你應該知道這些詞 你應該知道的嗎? 那他解釋這些詞 那他解釋這些詞 他也不解釋这些经文。 他也不解釋这些经文。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屬靈的人是從哪一部分來講的。 我想要表達的就是屬靈的人,他想要表達他自己認為的屬靈。 就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那種屬靈,而不是教會所認同的那種屬靈。 甚至他自己淹了他自己。 所以他覺得這樣就會變得更捷徑。 因為他覆解了這個經文,那他把它應用在這個哲學方面的生活。 所以他沒有想要這個生活。 對,這一個字。 那他是從北的地方 你可以看他導致的結果,還有他所寫下的 所以基督教的靈修生活不是一個哲學式的靈修生活 所以我們知道是在以基督為核心,然後獻上,獻給父神 我們不可以向神說,我想要行神蹟 行神蹟不是一件壞事,可是顯現你是什麼樣的人呢? 那你不要說你想要我也想要,可是不見得是我適合我 為什麼呢? 那也許你覺得你的態度和要求這件事是好的 但是這個潛在的內心的用意並不是價值 那神可以看後這一點 我們有很多例子的教育 當我們說教育是一個非常活性的事 這不是一件事,你會知道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他們做了很多錯誤 我們知道教育是一個佛的教育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在教育裡面有很多信徒學者犯了很大的錯誤 所以如果我問神給我,給我做奇蹟 可能祂不會給我,因為祂知道,我不會知道 我會不會做什麼 可能在未來我會說,啊,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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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想要行神蹟啟示,我要求神給我 但是神沒給我 但是神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祂給我 我最後不是宣揚神 而是在宣揚我自己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很容易掉進的陷阱 特別是在基督徒發生在基督徒的領袖中 你去建造你自己的跟隨者 你去建造你自己的跟隨者 例如,例如,在哥林多教會 我們可以看哥林多教會這裡 有些人說,我屬保羅 有些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 那我們知道有些人說,我是屬保羅的 我是屬亞波羅的 所以我們就在教會裡面建造 就是跟隨者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在教會裡沒有跟隨人的跟隨者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在教會裡沒有跟隨人的跟隨者 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更容易陷入的陷阱 特別是對基督宗教的領袖 這是為何你會看歷史的教育 很遺憾到今天 很多聖徒、很多人 遇到神的聖誠 他們也嘗試做一些別的事 讓人們不信任,而避免他們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聖徒 會形成極其事的時候 他會做其他的事情 讓別人不要專注在這樣的恩賜上 例如,你能看到 從古代的時代 別人說,在那裡有名的父母 那有的人會去尋找某位聖徒 那就遇到這個人的時候 他不知道這個人是那個聖徒 他就說我想找某位 他就說,那個人不要去找他 他是一個非常糟糕、非常壞的人 但他離開,他才知道 那一個就是聖徒 一位非常酷的人 他在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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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次走光是 어때的? 他在1924年 現在使 τους elders 那他們那個是一個很遍遍而不文明的,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醫生。 那當然他們不知道這個醫院,其實這個也不難體會,因為所有的醫院學校發展都是從教會慢慢演進出來的。 那他們有病人的話,就去找這個祭司拿布這個福音書。 那那個是比較貧困的區域。 當他們回到歐洲,他們跟父親說,如果她是生存的。 他們說,什麼是這個建築? 他們說,這是一個醫院。 他們說,什麼是這個? 他們說,如果你有病,你去那裡。 你不知道嗎? 他們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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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那裡。 他們去那裡。 他們說,不! 我們去那裡。 他們說,不! 我們去那裡。 你必須去那裡。 不是去那裡。 那人家就說,這是什麼地方? 他到這個醫院。 他說,不是不是,我們不管誰生病的時候,我們就去找這個祭司。 那人家說,不是不是,生病的話,不是找祭司,你一定要去找醫生。 那當他就祷告完之後,那醫治了這一個人,那人家都會非常感激,會拿一些這個食物來送他。 那他一看到這個食物,他就拿起來看看,說這個食物不好,然後就把它扔掉。 那這樣子的表達實在是一個不好的態度。 那你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聖族,非常非常虔誠的人。 因為他不要讓人來感激他。 所以他是故意的。 那這個婦人回去的時候就說,他跟他先生講說,這個人我做這麼好的食物,居然把我扔掉。 那他家人說,哎呀,感謝上帝,是上帝醫治了。 雖然這個人很不好,但是是上帝的這個恩賜。 那所以他是這樣故意來做這樣子,讓別人不要來感激他,知道這樣子是來自什麼的。 對,我不是叫你故意來這樣子做。 但是我告訴你,要小心這樣子,如果有人送你或什麼,知道非常難的好。 所以就好像我現在教神學我介紹你耶穌基督,可是我不是你跟耶穌基督中間的那一位,我是站在旁邊的,不是阻撓你們的。 所以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在靈修生活,他是主要的核心,那藉著聖靈來引領我們認識耶穌,那耶穌道成肉身,他主要介紹我們。 那在靈修生活,絕對不可能與我們的弟兄姊妹來分離。 那在靈修生活,絕對不可能與我們的弟兄姊妹來分離。 那你最近有什麼困難是你家的事,你自己去解決吧。 所以你知道修道士的話,不是說他們遠離這個世俗的煩惱,自己去靈修,而是他們是為世俗這些人,弟兄姊妹來禱告。 那在靈修生活,不是遠離這個世俗,不是遠離這個世俗,不是遠離這個世俗。 因為自己也是和我的想要釋 chat。 因為느bil源祈禮,如果我來這裡,他們會 много口容。 但我走到山派的 names 禮拜在世界上。 為人meg張在外國人。 他們是 people who working,因到了 尊者、睡覺之前。 因為在台灣現在是這時代 美國是夜晚 在其他地方還是夜晚 所以人們會睡覺 他修飾他們的祈禱 為什麼他們要遠離這些弟兄姊妹 主要的是說 他們遠離他們是為他們來祈禱 因為他如果跟這些人常常相處在一起 他可能會講太多閒話 或者他沒有辦法專醫 因為他去到這個比較 可以到他專心的地方來祈禱 就像現在台灣是白天 在其他的國家可能現在是黑夜 那當我們是黑夜的時候 在睡覺的時候 有些人沒辦法來祈禱 那其他的人 其他的修飾可以這一段時間 來為我們來祈禱 And so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e go to God through our brothers 所以我們要走向神 去藉著其他弟兄姊妹 才能到達聖誕 我們不可能說 我才不在乎其他弟兄姊妹 我只能在乎我自己 那我們看到耶穌總是與這個門徒在一起 那我們看到耶穌總是與這個門徒在一起 在這寶座的周圍 有這個二十四位長老 還有這個是活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啟示錄它有講到 不單是個神聖誕 是師位長老,是佛物,還有天使,這些祂有座位的,所以祂不是站在那邊,祂不是說像奴隸一樣。 而且,你也知道,是非常重要的,OK,祂是… 在這裡…兩件事, Apostol Paul說這裡… 待會一會… OK,待會一會…兩句話…OK… OK What he says here If we OK First of all You see here This one And the other one here Right So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You know these two things I said to you You know we see That we are How important How important is To be with our brothers And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spiritual life Living as individuals So if you are so So it is no spiritual life So it is no spiritual life I realize this life and they are living in the world So it is no spiritual life So it is no spiritual life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Does there is no spiritual life S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Because I will continue to say to you If you will continue to say to you So I say to you the two things Right 我現在講到神的那一方面,然後與人的那一方面。 但是,基督徒不會自己來獨自決定做什麼事情。 如果我今天來開創一個教會, 這並不代表自己來獨自決定做什麼事情。 即便是看起來好像我的態度,或是我要說做的是好的, 我必須要問, 我必須要問教會, 我必須要問其他人。 那我會詢問教會的意見, 如果教會不同意的話,那我不會做。 那我會詢問教會的意見, 如果教會不同意的話,那我不會做。 因為,你知,教會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不可能愛教會聖於耶穌。 我們必須要理解這個, 因為很多人, 他們有很好的態度, 在靈性生活中沒有好好地訓練。 訓練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知,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做... 你可以示範圖, 如果你看到聖誕, 你也能看到聖誕, 你也能看到聖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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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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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好的例子, 我們就可以講寶羅。 寶羅他是親自見到真光的人, 但他也沒有自己去開創一個教會。 他過了好幾年, 他還好去見這個彼得。 而比如說, 他已經是大 João, 以為這幾年近天或者你們見過的人。 那你可以看到聖誕從福音祂都很怕的。 如果你們看它就說我所見到吉 Serushalem, 我把在你出現的人所教 comun世間和在外邦中話給我了耶穌, 有一些聖誕在這四面天中的福音。 我eria是修當當然對美國的地 peoples又會enga人。 你知不知道這是誰講的嗎? 這是偉大的保羅,見過真光的人。 那是誰教導他福音呢? 是誰? 是耶穌基督。 所以,你知, 阿博斯特寶, 他去德烏西蘭, 因為他傳福音傳了很多年, 然後問誰知道誰知, 你知, 看他們真是牽涉, 對科興說, 對科興說。 誰知, 誰知, 對科興說。 OK,我會講英文, 因為我不能解釋你。 OK 那他這邊有冥望的 事實上原文不是講有冥望的 他說知道的 那誰比保羅更認識呢? 甚至這個保羅偉大的 保羅見過真光的 他都說 也許我會犯錯 但是保羅見過真光 會行神蹟的 他都講這樣子的話 他說我上到耶路撒冷院 因為我教那些 我教那些 那我教的是否正確呢? 所以我們要好好學習 保羅在這個教會中的合一 那保羅並沒有開放他自己的教派 但如果你在聖經中找到 告訴我在哪一個經文 可以告訴我 在哪裏出現在聖經裡面 那基督宗教會有很多教派 那我便接受你們所講的 但是你會知道 如果阿保羅的聖經是非常敬虧的 那你會看到 看來如此敬虧的 他也說 你只能說 你只能說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一些人相信 所以我生命不會浪費 是把他清醒的 所以你看他多麼謙卑 在廢利比說 將生命的道顯然移出來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裡 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討 也沒有徒勞 我們要知道 我們不是在教會之上 我們是在教會之內, 教會的頭是耶穌基督, 教會永遠不會被禁止。 這個是耶穌基督的祈禱。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謙卑, 要遵守教會的教導。 當然你會說, 教會裡面都是人類, 人類就是會犯錯。 人類都會犯錯, 但是教會裡面的人會犯錯, 神會容許教會裡面百分之百, 全部都會犯錯。 例如,你會看到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說, 我會留在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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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留在單身。 他會說, 沒有,有七千人, 我會留在單身。 他會留在單身。 所以你會知道耶穌基督說, 他會留在單身, 沒有人跟他在一起。 那神給他說, 沒有,他有七千人, 他沒有拜偶像。 你會知道, 我們看到在《傳證》, 其實, 這就是我所教的。 當仁慈基督都被人殺了, 當仁慈基督就被人殺了, 那你看到啟示錄這邊講 我又觀看 這個羔羊站在西安山上 有十四萬四千 那這一個是一個象徵的數字 當然是不只這些數字 那這些是叙道數字 So from who could expect this time in the Antichrist that everybody you know bost of the things and this and this and the people become very bad you know many people of the church there will be so many people still not simple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not simple they say virgin but virgin is not that they are not married because to go with a woman it's not pollution means they did not went with a babylon to prosper 那我們知道 這邊在經文也有講到 那些童真沒有沾染婦女的 那並不是講說 這個性行為 而是講說 他們沒有與巴比倫一起沉淪 那我們可以知道 在這邊啟示錄 他也有開始譴責教會 但是不是所有的教會都沉淪了 那在這邊也講到 也有很多跟隨敵基督的 但是還有一些爭守在真道上 因為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 這邊就有講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 那他這邊不是講這個性行為方面 而是他在信仰上面的堅持 而是他在信仰上面的堅持 所以我們說 他在信仰上面有一個禮物 我們獻上這個殉道。 因為教會所結的最好的果子, 當然就是基督最深的, 祂將祂自己的生命獻上。 這些就是出手的果子。 那對基督來講, 這些人什麼也不是, 我馬上就把祢殺死了,毀滅了。 那對基督徒來講, 他們是跟隨基督的, 教祂自己做了獻祭。 這就是我們的方式。 所以我們必須要遵守教會的教導。 在耶路撒冷的會議, 那在那邊誰是主要的領袖主席? 是雅各,不是聖誕。 為什麼你會說這叫聖誕? 其實這就是聖誕, 是雅各,不是聖誕。 為什麼你會說聖誕? 其實這就是聖誕, 是聖誕,不是聖誕。 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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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所為的主要決定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十足形段》十五章這裏 我所說的,最重要的就是在教會裏,而不是從教會裏分離出去。 如果你是從教會分離出去,看起來是一個燈泡,是一個建築物,但是是沒有光亮的。 所以你從主要的教會分離出去,從耶穌那裏剪斷了,沒有連結。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訓練。 因為有些人來道解,甚至說,我禱告而不能關心,因為我整天的事物繁重,我禱告的時候又想到今天的整天的勞路。 然後我就想說,你以為你是誰,你想要有一個完美的祈禱? 你覺得想要一個完美的禱告是容易的嗎? 當然是,你以為是,你以為你是要有一個完美的禱告,你就可以成就。 就好像是,你想要學到最高深的數學,但是你連基本的都不會的話,怎麼學到最高深的呢? 所以,這本是一本很有名的書,但是他沒有把那都弄出來。 但是我使用這個,因為它在你靈修過程中,他有一個階梯告訴你說,第一步驟要怎樣,第二步驟要怎樣怎樣。 所以,你知道,John of Climacro says, you think that you can go see where he put the prayer, the prayer, the perfect prayer, you know, it is in the step like a ladder, he says, the spiritual life is like a ladder. 第一步驟到,就好像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 and the perfect prayer, he has 30 different degrees. 那當然有這個階梯,有好幾個階梯,那到一個完美的祈禱,可能要到這30步中階梯。 當然,不想想,那the orthodox saints have a dogma that it is 30, it's not 30, okay? he wrote the book, okay? I try to use books from the history, very famous, and this to teach you, okay? 那但是這也不是一個教義,不是說,哦,這有一定是第一、第二、第三。 那這本只是一個非常有意的書。 那這本只是一個非常有意的書。 因為我知道,在中國的方法,你會記住數字。 所以你會記住30。 那你會記住30。 那為什麼我說,不要注意在第幾個步驟。 因為中國人、台灣人特別對數字很敏感。 那多少錢,幾點啊,幾分啊,第幾點啊。 那你會記住三十字,其實你就說, 上次不是第幾點,你會專注在那個數字,而不是專注在那個內容。 例如,你知道,the perfect prayer, 你會看到,它在這裡,27。 那你覺得最高的境界,我們可以到達多高呢? 最高的境界。 我問你。 啊? 你們不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翔哥,你不知道。 沒有,你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什麼是最高的境界。 你不知道。 不要看這裏,答案不在這裏, 你會找不到,我會藏住它。 你不知道嗎? 對,但這就是愛,完美的愛。 最高境界就是愛,完美的愛。 最高境界就是愛。 因為,你知不知道, 耶穆斯特·Paul說, 當然是正確的, 你知不知道, 有三個東西, 但一個會留下來,對嗎? 我認為你知不知道, 每個基督徒都知道這些東西, 但可能我會令你很害怕, 這就是為什麼你不記得。 因為這個愛是唯一會存在的, 如果有人開始基督徒, 然後你會說, 神,給我愛, 當你結束了你的朋友, 你會去外出, 你知道嗎? 你可能會跟別人說, 那你可能會跟神講說, 神,給我愛。 那你可能一禱告完, 你出去就跟弟兄姊妹吵架。 你會說, 為何? 我問你愛, 然後我會說, 當地,我不是叫你給我愛嗎? 怎麼馬上出去跟弟兄姊妹吵架? 那你可能一開始出去就跟弟兄姊妹吵架。 你可能一開始出去就跟弟兄姊妹吵架。 你可能一開始出去就跟弟兄姊妹吵架。 我必須要謙卑。 那你可能就說, 那我要怎麼謙卑。 謙卑不會自然領導你, 你需要學習的。 那我們要怎樣學習謙卑呢? 那在教會不單是只有教導耶穌基督, 這整個實踐的過程。 那這樣的事情是沒辦法來分離的。 所以你要謙卑的話, 就從控制你的肚子開始。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那如果做呢? 例如, 今天是星期日, 你不會吃肉, 或吃魚或吃魚, 為何? 要記住你, 要做就要整個月, 你會看到, 而是不簡單。 禮拜五就知道耶穌受難的日子。 但是你試試看,做一年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以開始慢慢地來實踐, 甚至每天開始從讀祖島文。 或是你這個信經, 但是每天把例行公司安排出去。 先舉你今天做了, 然後明天就說,好累喔。 然後明天沒有做就說太累了, 然後我後天讀兩次好了。 然後後天沒做的話就說, 但後天再好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你自己的自律性。 因為你的自律心不夠。 你沒有自律心血。 你可以改uralize your heart. 所以你不能來控制你的心,這麼容易。 所以你之前在スト教會的整夜。 你之前西難度會看到一樣。 所以在夜 storage開始旅行。 教會崇拜的時刻,整個禮拜你過你自己的生活, 講到的時候很感動,掉下幾滴眼淚, 回去你又回到你老我的生活。 所以必須要有這個自律性。 神會看到你有自律的行為。 神常常要給我恩赐, 神常常要給我恩赐, 我會做同樣的事, 這是我的生活。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常常借口說明天啊,後天啊,大後天啊。 那你還不如說我根本就不要, 因為你有時候說明天啊,後天, 就像聖經講說不冷不熱的時候要把它吐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希望愛,這個愛是不會止息的, 因為到神來臨的時候,信也不存在了, 因為祂已經臨到了,不需要人家的信仰, 祂希望看望已經臨在了,唯有愛。 所以你看到這個聖經講話, 他這邊有這個階梯, 讓祂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那你看到周圍有很多鬼的事, 祂想要把你扯下來, 不管多高的階梯都可能被扯下來。 所以你看到天使在上面, 為這些信徒再來祈禱。 然後你也知道, 他在地獄把人拉到那裡, 耶穌在那裡等待。 但是我們爬這個階梯不是單獨, 孤單與自己在爬。 因為你知道, 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在教會的行為是在教會中。 我們不單獨, 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 如同云采圍繞著我們。 我們有一些金主, 我們有每個人的教會, 我們有每個人的技能, 我們有每個人的神聖, 我們不在看他們。 還有天主當然我們露眼見不著 但是每天朝向神來朝著祂來走 那你會說我爬這階梯 我只會往上都不會掉下來嗎 也許我們爬一格退了兩格 也許我們爬一格退了兩格 這是可能的 但是我們知道 即便是我們爬一格退了兩格 但是我們會從錯誤中來學習 那我們知道這邊耶穌醫治了一個病人 那祂為什麼叫他拿起祂的褲子 他為什麼要把祂用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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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實際上也做了一樣 為什麼 所以你看,約翰福音這邊也有, 那耶穌依據,他依據好了就好了,為什麼要叫他拿起這個路子呢? 那為什麼呢?你覺得呢?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那如果我沒問你的話,教會的信徒也許會問你這個問題, 一好就好了嗎? 如果你們教會有一個很多問題的人,你是不是回答不了就把他趕走呢? 因為好像是守,安息日的那一天是不可以拿住路子的, 那為什麼耶穌還要特地叫他拿? 既然不行,他還要故意教他拿? 那他破壞了律法嗎? 這個不是我說的,是這個聖經寫的。 那為什麼要叫他做這個動作呢? 當你住在醫院,你會把裡面的廢紙拿著跟你一起回家嗎? 他可能當初是他首先射他的罪嗎? 因為他們想說這個社罪用講的,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就叫他拿路子。 這個是他回來探望的。 因為這樣他就讓他們看到。 因為社罪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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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可以歸老廟給上帝。 因為社罪看不到。 因為社罪看不到。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人病了38年。 38年是非常久的。 所以這個路子簡直就是他的監獄躺在裡面。 他就是囚禁他的監獄。 一生一世幾乎都浪費在那裡。 但是當耶穌醫治人的時候, 他不單是肉體的醫治, 他心靈也幫他醫治。 因為囚禁他這個路子, 他拿起來就好像說, 這個監獄囚禁我, 我現在可以掌控它。 已經我不在路子。 所以他會掌控它。 那這些年齡都浪費掉了。 那這些年齡都浪費掉了。 那些人會說, OK, 半個的我的生命, 他會死亡的年齡, 是無用的。 而不管他幾歲, 38年過去的, 他一生已經耗盡了大半的歲月。 可能耶穌可以以他過去浪費的歲月, 轉成一個戰勝, 被他這樣悲痛的經歷翻轉過來, 可以成為別人的好的經驗。 很多人, 你知道, 因為痛苦, 很容易轉變。 但是, 如果有些人在生活前一世, 後來他會革命, 他會變成基督, 他會說, 我已經浪費了我的生命。 對, 對, 但從另一方面的觀點, 如果他變成基督, 他會保持神經歷, 他會保持神經歷, 其他人, 如果不懂得懂這些事, 他會不會說任何事情。 那我們知道, 有的人, 他在一生犯了很大的罪行, 那他如果之後成為一個基督徒, 一個好的基督徒, 那他以前這個不好的行為, 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的翻轉, 對於相同類似的狀況, 可以幫助很多人, 並不是浪費。 例如, 你會看到, 即使保羅, 他會保持神經歷, 因為他真的愛神經歷, 因為他真的愛神經歷。 因為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 你看我以前找到最好的教師, 然後我變成一個, 像異端來破壞這個信徒, 並沒有, 他翻轉過來, 他幫助了更多人。 我們在這個教會, 有很多聖徒, 在還沒他成為聖徒之前, 他的生命不是一個光彩的。 但神的恩典給我們一個新生命, 他不會浪費任何時刻。 你可以自己說, 對, 我以前的前半生都浪費了, 但是你遇見耶穌之後, 那前半生他不是浪費的。 所以, 這, 我們做的 repentance, 我不會告訴你, 要做罪, 因為有些人說, 噢, 我應該要做, 其實耶穌斯特寶寺說是這個, 對, 做罪, 所以要領受神的恩典。 當然不是, 我不會說, 故意叫你們犯罪, 那也有人會講到, 我故意犯罪, 那是可以領受神的恩典。 保羅也會提到這一點, 但是我們不是說, 叫你來犯罪, 我們會為我們的罪, 會來痛哭留地, 然後來補産。 那有時候我們墮落了, 不是神讓我們看見我們自己的軟弱。 那聖徒之所以成為聖徒, 不是單單祂所做的, 還有包括祂的思想。 那有些罪, 不是你所犯罪來的, 在你腦海裡想的, 也就是構成這樣子的事。 當然是耶穌所講的, 不是耶穌所講的, 當然是耶穌所講的, 不是耶穌所講的, 是耶穌所講的。 所以你看耶穌講的, 這個光在腦海裡動了這個淫念, 就犯了堅疑。 這個很清楚, 也非常嚴厲。 所以我們看到, 這一個人沒有行為上的行動, 但是已經犯了這樣。 這並不意味著, 如果我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在一起, 我會遇到罪, 但如果我去家裡, 我會創造, 你會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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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創造, 我會創造, 然後我會創造。 當然有些人不了解這一層的意思, 那我再解釋清楚一點, 如果你看了一個父女, 你有這樣子的淫念, 那事實上, 這個不是犯了堅疑, 那怎樣才算犯了堅疑? 就是你看了之後, 你回去, 那你又不斷地在思想, 在這構圖, 那這就是犯了堅疑。 那一個念頭他不犯, 那當修士在告解的時候, 我們先告解腦海裡的事情, 因為在修道院, 我們不可能犯這種建議, 修士就是男的, 女的就是女的, 所以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先告腦海裡的思想。 當然我也有, 你不要以為我是修道士, 我的思想就是聖經,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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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的思想。 所以, 從這個看來的看來, 從這個看來的看來, 我們會說, 但是, 你看, 因為他在教育中, 因為他很好的父親, 他很好的父親, 他很會說, 很多次, 你突然覺得很不好的想法。 他很會說, 很多次, 為什麼這個事實在發生? 因為你開始, 你的父親說, 他不是很好的, 他做了這些錯誤。 你會說這個, 你會在晚上到家裡, 你會說, 神會不會保護你。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腦海裡有這樣子淫念的人, 通常, 我們知道, 在聖徒剛剛所講到這位聖徒, 他說, 常常會論斷人的人, 他這個腦海裡常常會有這樣的淫念。 很愛論斷人的人, 他們會有這樣的淫念。 所以, 我們知道, 這樣子的思想, 會潛入到我們的腦海裡。 因為, 你知道, 常常會亂, 這個是不好的。 所以, 我們知道, 這樣子的思想, 會潛入到我們的腦海裡。 所以, 我們講到訓練, 還有屬靈的指導。 如果有些人不知道, 你就可能容易譴責他說, 噢, 你怎麼會這樣子, 你是一個很不好的人。 所以, 這就是為何, 我們知道, 既然, 如果有些人和教育的教育, 他會有每個教育。 他不一定會在聖徒, 但他可以在聖徒, 或任何人或任何人或任何人。 他必須知, 他必須知, 大學的經驗。 所以在屬林上的指導,那在修道院,他不一定是神父,他可能是在這方面比較能體驗這樣的靈修,就好像你要學一些拳擊。 那如果你不會打這個拳擊的話,那你怎樣來教別人呢? 那我會講這個旷野中的這個教父, 那我會講到一個叫巴拉利亞,但是不是我,這個是同名的。 那我先從這邊講起來,再講旷野中的。 那我先從這邊講起來,再講旷野中的。 那有一個旷野,她叫巴拉利亞,她是一個非常美艷的旷野。 因為她是非常有名氣,所以非常有錢她做了這個教旨,經過這個城市。 那她經過這個教會,她剛好主教在這個教會的門口跟其他的祭司在講話。 那她們兩個親目相接,那這個主教看她就是看呆了,甚至流下眼淚。 那其實她的禁師就說,什麼你是一位主教,你居然看到這個禁,看到出神的狀態。 那另一邊說,我哭了,我感覺,因為這女人, 為她為愛人的美女,她做了很多事情。 我恰恰到神給她的美麗,但她沒有使用。 那這個主教就說,我看到這個禁這麼美,然後上帝創造這個,這個受到的,這麼美。 那可惜她居然把她的身體糟蹋了這樣子,她把她打扮得花枝糟窄。 那這個禁女看到這個主教看她的眼神,但是她感受到別人跟她色蜜蜜那種看的眼神是截然不同的。 她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種這種靈氣。 那這個禁女半夜的時候,偷偷的來見這位女教。 她跪在她腳前哭泣。 她說,我知道我一生一世都犯了錯。 她說,請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那她改變她一生的時候,她將她的財產散盡,給這個窮困的需要幫助的。 那這個主教就跟她講說,那如果妳要改變妳的一生,去哪一個城市那邊有一個小的房子,妳去那邊。 那她在那邊就徹底的改變。 後來她成為一位聖主,那也會新出生機。 那我講這些都是真實的。 那另外一個是在旷邊的人。 那講到一個偉大祖教父,他的名字叫馬卡瑞歐。 那馬卡瑞歐他有神的恩賜,所以他可以看穿妳的想法。 那有一個很年輕的人才成為這個修士不久。 那他去這個神父那裡告解說,我現在有這個淫念。 然後她說,妳是一個修士,妳居然有這樣子不潔淨的想法。 但是妳不要成為修士算了。 那這個年輕人聽了她感到很失望。 她說,她說的是,我必須要離開。 她說,算了吧,不要想成為修士。 所以她開始打包她的行李。 馬卡瑞歐知道這件事情。 他見過他。 他假裝他正好路過那裡,去拜訪這個年紀人。 因為他太有名氣了。 所以人家說,偉大祖父來跟經過這個年紀人。 他就說,我知道我有一個問題,妳可不可以為我祈禱。 這個年輕人的修士說,我?我這個年輕人的修士不為妳偉大的神父來祈禱。 她幾乎跟她講同樣告解的事情。 她說,我告訴妳,我有贏念。 她說,拜託,祈禱給我,我會祈禱。 所以,在同時,我小小的祖父也會祈禱。 所以,馬卡瑞就說,我有這樣的贏念。 妳可不可以為我祈禱。 當妳祈禱的時候,我也祈禱。 那我們兩個同一個時間祈禱。 然後馬卡瑞就假裝問她說,妳為什麼要打包呢? 她說,妳為什麼要離開? 她說,因為我有贏念。 她說,妳不要離開。 那妳先為我祈禱。 那我們再看看。 所以,馬卡瑞就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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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走從外面的房子裡。 這個聖父的祖父, 她不是很好的教授。 她說, 祈禱。 那這個年輕的修士, 開始有了信心, 也開始為其他人祈禱。 那她自己的疑念就進點減少了。 然後馬卡瑞就經過另外一個神父, 就比較屬靈經驗, 沒那麼足夠, 沒有給人家好的經驗。 那她就說, 讓神,請求神給她訓練。 那神就開始訓練她。 所以,她開始有了不絕的想法。 然後, 這個比較年長的神父也開始有了一面。 她說, 怎麼搞的也發生在我身上。 乾脆算了,放棄放棄, 不要來做神父好了。 我也開始打包, 結果她也開始來打包。 那一天, 父馬卡瑞就看到了, 她過世了。 她說, 她說, 我不是一個好神父。 她說, 我不是一個好神父, 她就放棄離開好了。 這個馬卡瑞就經過她的住處, 就拜訪她。 就說, 你怎麼在打包? 她就說, 你不知道, 我不是一個好神父, 我有這一面。 她就放棄離開好了。 但她說, 你不要離開。 那你所受到的事態, 是我請求神給你的事態。 因為你不是一個很好的指導老師。 首先, 你要先學習好, 然後再來幫助別人。 那你要在這邊安養你的中眠。 然後在這邊, 不要打包, 然後好好學習, 才能來教導別人。 然後這些後來, 他們都在屬林上, 然後成長。 而是, 你喜歡找這個馬卡瑞, 你會找到這個馬卡瑞, 你會找到這個馬卡瑞。 你會找到這個馬卡瑞, 你會找到這個馬卡瑞, 你會找到這個馬卡瑞。 那她這個是, 在這個教會講到靈修生活。 好, 什麼時候我們就要結束了? 好, 你會看到, 馬卡瑞的馬卡瑞, 有很多馬卡瑞, 在這個馬卡瑞, 一路馬卡瑞, 很多人知道。 所以, 她的名字是, 這個很有名,特別是在登山寶遜那個八福,有福樂,就是馬喀倫。 我認為我們會停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結束嗎? 好,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我再繼續,你會不會去你的家。 好,謝謝你。 還有問題要問嗎? 過夜什麼時候就,不對嗎? 我不知道,學校最後。